我昨天晚上治疗到夜了两点 是因为不急 所以跳跤男的 我天天做生意前都该会 到中院就得半年 要换期待 对 不快就好了 因为我这二十年了 我等等 这些孩子们起来了 等我顶外面看了 我就说 你不再放手 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不卖他 章玩实在是太拼了 之前就每天坚持直播数十个小时 现在又带着团队到处奔波 发展合作伙伴 现在终于病倒了 2月19日 章岚腿脊复发 严重到小腿前症 走路都成问题 只能凌晨去医院做放血和拔罐治疗 章岚还透露 自己再严重 可能就需要换膝盖了 而他却不愿意在工作的 紧要关头去做手术 因为住院需要半年的时间 他还想把手下的小朱里 带出来再去做手术 据了解章岚的腿脊 是旧毛病 早在做撬江南的时候 就很严重了 需要坐轮椅出行 如今救急复发 加上他年龄增长 显然更力不从心了 无论如何 还是希望兰姐保重身体吧 毕竟俗话说得好 留得青山寨不怕煤柴烧 有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举行为止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